阿根廷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 前外长塔亚纳 日前接受凤凰威视专访时表示 新冠疫情冲击了全球 而在疫情之下 中国政府在2020年 仍然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令人敬佩 塔亚纳表示 中国是一个在社会组织上 有着非凡成就的国家 在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 能够阻止传染性如此之强的 新冠病毒的传播 就是这种成就的体现 特别是中国GDP征服 去年超过2% 是疫情期间 全球唯一呈现经济增长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很低的数据 但在其他人的国家 在疫情期间 和经济疫情期间 有一个很强烈的影响 非常强烈的影响 我认为这2%的增长 中国是一颗领域的领域 非常强烈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以认为未经济疫情期间 如果中国能够增长 除了这些东西 我们能够在未来的信心 塔亚纳指出 中国是一个患难见真情的国家 在疫情期间 两国领导人 经常通电话保持联系 交流抗疫经验 并展开合作 中国为阿根廷提供了 大量医疗物资 技术和设备援助 这是第一个人 一个人 的冠状 能够出现 移动疫情期间 精神的疫情期间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 生于世界上 练期间 的国家超越的 感染于疫情 而此之种 之间的 请之为 说 很多国家 这是 在此,中国真的充实对 和鼓励上的防疫人士 都充实对应该充实对应该充满 因为对此,我们永远会认为 台亚奈认为中国是一个 有效和高效运作的国家 中国在扶贫脱贫方面 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表明 中国为最底层和最脆弱的人群 对国家进行了彻底和重要的改革 这需要一个政策和一个立策划作的施团 在其中一年开始开始 我特意还在继续 起来的情况下 还有一定做过四个 而在同時增加到外面 到外面的營養 到達人口減 那種調整的調整 中國在第十三個計劃 而在第十四個計劃 我覺得是一個教育 而很多國家在發展 必須取得 Tayana表示 中國是一個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的國家 當阿根廷與私人債權人 重新談判債務時 中國政府與阿根廷中央銀行 續簽了貨幣互換協議 在金融上 這是非常重要的支持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 是全球共享的發展戰略 將會有利於阿根廷 和區域各國的共同發展 鳳凰衛視梁東亞 柳君 布宜諾薩利斯報導